创新思维 创新者的教室 大家好 我是吴老师 前面我们了解了创造力的内涵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创新思维的特性 第一 联想性 联想是将表面看起来互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 从而达到创新的介意 能否主动的 有效的运用联想 与一个人的联想能力有关 然而 在创新思考中 若能够有意识的运用这种方式 则是非常有效的利用联想的重要前提 在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这是人们能够采用联想的客观基础 因此 联想的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积极地去寻找事物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第二 求益性 创新思维在创新活动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初期阶段 求益性特别明显 他要求关注客观事物的不同性与特殊性 关注现象与本质 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性 英国的科学家何飞认为 科学研究工作就是设法走到某事物的极端 而观察它有无特别现象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创新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 人们对司空见惯的现象和已有的权威结论 都怀有盲从和迷信的心理 这种心理使人很难有所发现 有所创新 而求益性思维则不基于常规 不轻信权威 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对待一切事物和现象 第三 发散性 发散性思维是一种开放性思维 它的过程是从某一点出发 任意的发散 既无一定的方向也无一定的范围 发散性思维是创新思维的核心 发散性思维能够产生众多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办法以及建议 能提供一些读出心裁出乎意料的见解 使一些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四 逆向性 逆向性思维就是从有意识的 从常规思维的反方向去思考问题的思维方法 如果把传统观念 常规经验 权威言论当作金科玉律 常常会阻碍我们的创新思维活动的展开 因此啊 面对新的问题或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 不要习惯于沿着前辈或者自己长久形成固有的思路去思考问题 而应该从相反的方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五 综合性 综合性思维是把对事物各个侧面 部分和属性的认识 统一为一个整体 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思维方法 综合性思维并不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 侧面和属性的认识随意的主观的拼凑在一起 也不是机械的相加 而是按他们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把整个事物在思维中再次呈现出来的思维方法 创新思维能力的高低以及方面 可以使我们每个人正确的认识自己 科学的设计自己 从而更好的锻炼和发展自己 修正完善自己